附生在大陆广东 从小移民委内瑞拉 原本经营超市 但近来委国通货膨胀 社会动荡 日子并不好过 在这个人人求自保的地方 他们却做起慈祭 四年前乌染云到美国探望妹妹 看到美国慈祭之工 用心关怀她生病的妹妹 受到感动 回到委内瑞拉 成为慈祭第一颗种子 当时我感到很奇怪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所以我当时反对 先生刘延暖起初强烈反对 但看着太太义无反顾 全心投入 帮助伤残人士和老人家 还用辛苦赚来的钱 买物资发放 参与过程 她渐渐受到启发 时间长了 我就感受到 原来做手机是那么棒 吴染云原本只讲西班牙语和广东话 现在能听讲普通话 她说是上人教的 上人说的话我懂的 我真的懂的 每一个人说我不懂 我听得懂上人 我感受到上人说的话 吴染云去年受证 先生流言暖今年跟进 三个孩子也全都支持爸妈做慈祭 还在读大学的 也在当地成为慈亲 一家人因为慈祭 生活更圆满 大爱新闻的亚平蔡玉凯 台中报道 就怕病痛 脱落